推出了T03以及S01两款轿车车型之后 林跑这个电动车新品牌 我觉得也算是在它的这个领域里面站稳的脚跟 而它现在又开始对SUV的车型发起了这个进攻 发起了努力 而它首先为这个市场带来的就是这款 林跑的C11 林跑C11定位是一款中型的SUV 而它的售价是从159,800一直到199,800 而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来看看这款车到底有哪些亮点 以及哪一款配置最适合你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C11的整个外观造型 我觉得它的整个造型第一眼看过去就感觉它非常的圆润流畅 而并不是像有一些新能源车型那样给人一种气势凶凶的感觉 反而是给人一种很自然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这一点也符合它作为一个居家SUV的一个属性在里面 当然了它既然是一台电动的SUV 肯定会有很多富有科技感的元素在里面 包括了它没有像传统油车这样的一个进气格栅的一个设计 让人第一眼就能识别出它的这个电车的身份 第二点就是它遍布四周的这个摄像头 以及它四个门上的隐藏式的门把手 当然还有它尾灯的这种贯穿式的设计 我觉得这些元素加在一起都提升了它的整体科技感 其实C11这款车型也为大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车身颜色选择 比如说这款瓦尔登绿 其实这个颜色是属于高配车型的专属颜色 整个看上去会能感觉很放松的一个感觉 而你看它的其他的颜色其实选择也会很多 而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这个新养绿 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车身开在街上的话回头绿一定不错 刚才也说到了C11这款车型是定位于一个中型的SUV车型 那所以它其实在长宽高以及轴距这些尺寸表现上 其实也是优于大部分同价位的新势力电动品牌SUV的 那它到底的内部空间乘坐起来感觉怎么样 包括它的内饰设计配置表现又如何呢 我们还是一起到车内去看一下 打开车门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是采用四个门都是采用了这种无边框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会更加的酷炫 而且它的前排玻璃还采用了一个双层夹胶的一个玻璃 整个的静密性表现也会更佳 进到C11的车内啊 首先我的第一观感就是它的这个豪华感以及科技感营造的都非常的充分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豪华感 其实豪华感就是看这台车的很多的设计和用料的方面 其实它在用料上我觉得亮点确实很多 包括它会采用这种钢琴烤漆的这种饰板 包括木纹的饰板 包括它的整个的皮质的包裹 你看门板上还有这种帆毛皮的包裹 整个的感觉用料是非常的足的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一些细节的地方 包括像这种空调出风口也采用了一个镀隔的一个装饰 这个小的储物格地方 首先是采用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木纹饰板 而且你看还有阻尼 这样的我觉得在一台20万以内的电动SUV上出现 我觉得诚意真的算是非常足了 聊完它的豪华感 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科技感 其实我一进到车内 就会被它的这三块屏幕给抓住眼球 其实它是由左右两边 两块10.25英寸的液晶屏幕 和中间一块12.8英寸的大屏组成的 而我觉得现在在副驾的位置 安排一个屏幕现在也渐渐的成为了主流 因为大家会发现这种家用的SUV 照顾好副驾的乘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从安全性上来考虑 因为很多的娱乐功能 它用副驾它自己来享受的话 也不会影响驾驶员的这个行车安全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而它中间的这块屏幕呢 是搭载的是第三代的骁龙数字汽车平台 以及3.5代的这个科达迅飞的语音系统 所以它其实它的整个的反馈速度 包括它的触控 包括它的整个的语音的这个反应 我觉得表现都是非常的好的 其他的科技配置呢 其实也包括了现在常用的这种无线充电板 也可以更好地为你的移动设备充电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地方设计了一个摄像头 其实这个摄像头不仅可以监视 我在驾驶途中的这种疲劳程度 而且它还可以识别我的身份 识别来有什么用呢 它可以自动来调节我之前预设好的这个座椅位置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车主来说的话 是一个相当贴心的一个设计 座椅方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一个一体式的一个座椅设计 而它的整个的覆盖的材质也是用了Napa的一个真皮 摸上去真的还挺有质感的 另外就是它在背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头枕背后 是采用了一点翻毛皮的一个材质 所以它其实在豪华感的整个营造上 在这些细节上也没有放过 当然了它作为一台家用的一个SUV车型 大家对它的后排空间表现怎么样 一定很关心 我们现在就到后面去看一看 走 坐到后排 首先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整个的腿部空间怎么样 现在前排座椅已经调到一个前排腿部 很充裕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整个的腿部空间是两拳有余 而头部空间是一拳有余 所以对于我这样一个身高一米七七的人来说 我觉得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它的填充我觉得是很厚实的 做起来也很软 整个靠背的角度呢 对腰部的乘托我觉得也是很到位的 整个座椅坐垫的这个长度 对大腿的乘托 这方面我觉得也是到位的 地台做到了全屏 所以它偶尔在后排坐三名乘客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也是游刃有余的 另外就是它是采用了一个全景天窗啊 所以你在长途驾驶的时候我觉得对后排乘客的整个的这种开扬感也是不错的 打开后备箱来体验一下它的后备箱的表现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整个后备箱的深度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而它的这个地板打开之后呢 也有一个你看我的整个小臂都可以伸进去的一个储物格 然后我再把这个地板再往前翻一格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家用的一个充电线 以及还有两三个小型的储物格 再加上这旁边的储物格 包括它的座椅也可以支撑这个四六放倒 整个的空间表现我觉得满足家庭的一般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C11的配置以及购买建议 其实领跑C11一共分为了三个版本 分别是豪华版 尊享版 以及售价最高的性能版 这三个版本的舒适配置以及科技配置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它的区别主要在哪里呢 就是在于电池的容量续航以及动力配置 其中豪华版车型是搭载了一个76.6度电的一个电池 NEDC续航呢是510公里 比它价格更高的尊享版车型呢 它的电池容量是从76.6度直接升级到了90度电 而它的续航也增加了100公里 达到了610公里 而作为售价最高的性能版车型 它是搭载了前后双电机 它的零百加速时间官方公布的也是小于4.8秒 整个的性能表现也是更加的强悍 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 林跑C11是全系搭载了Leap Pilot 3.0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这套系统是采用了它自主研发的零星零一芯片 可以实现包括ACC自适应巡航 包括它的智能驳车以及车道偏离预警等一系列的22项 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而在科技配置方面 C11也是全系搭载了AI智能座舱 其中就包括我们刚才在车内看到的那个三联屏 以及科达讯飞3.5代的语音交互系统 所以它在科技配置上也是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对C11的配置还有进一步更高的要求的话 其实可以加一万块钱来购买这个书想全配选装包 其中就包括了20寸的轮毂NAPA的真皮座椅 包括了前排座椅的通风以及后排座椅的加热 以及带独立功放的12扬声器的高级音响系统 还有等等的一些配置在里面 加一万块钱能得到这样的配置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 看到这里啊 我相信大家已经对领跑C11整个的亮点 以及各款配置之间的特点 已经有了一个了解了 现在也到了最后我们推荐车型的时间了 我们认为拥有550公里N1DC续航的豪华版车型 它的续航其实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日常所需 而且配置也足够的丰富 所以售价为159800的这款车型 也成为了我们最为推荐的版本 而如果是你对于性能有更高的要求的话 那当然199800的性能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如果是你喜欢偶尔去短途出巡 对续航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的话呢 N1DC续航610公里的尊享版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当然无论你选择的是哪一个版本的C11 1万元钱的舒翔选装包都是我们强力推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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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тебе标识 感谢观看